你应该认识的儿童戏剧 30分钟带你了解儿童戏剧的编导演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也是多元艺术创作 继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达购剧团的团长朱树铭 小朋友们都喜欢叫我长毛朱叔叔 今天很高兴能够继续在这边 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 儿童戏剧编导演方面的事情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 就是儿童剧中的议题探讨 议题而儿童剧中能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吗 有没有这样的禁忌呢 好吧 这么讲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对儿童剧的概念在哪里 什么是儿童剧 我认为一出戏只要剧中没有 无谓的情色跟暴力 所有的剧跟表演都可以让孩子们看 所以意思就是说 无论什么样的议题 我们都可以在剧中呈现给孩子们看 特别是标榜的标榜着叫做儿童剧的 跟孩子一起来探讨的 并不是说我们要把一种价值观带给孩子 不是硬塞给他 而是在这个戏剧里面 在舞台上面呈现出一种情境跟状况 让我们的观众 尤其是孩子自己主观的去判断 他将来想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议题做适当的处理 在戏当中不要有无谓的情色 恐怖的画面或者是暴力 他都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任何的议题 当然不例外的 今天我也要借着一些戏的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所谓的议题在这些戏里面 而且今天我举的例子 都是已经被实践在舞台上面演出 也很受到观众的欢迎 以及儿童戏剧评论家的好评的 还有尤其是家长 所以我会从生命教育跟情谊教育 还有童话的重新编创 以及传统的传承这四个角度 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有关于儿童剧中的议题 好 首先在生命教育的部分 我想如果有看过上一集的人 大概就知道我有跟大家讲的黑西装叔叔的故事 这个当然在戏里面黑西装叔叔 他就是一个死神 平常我们都会很忌讳在戏剧里面 尤其在孩子的面前探讨死亡这件事情 觉得死亡小朋友就会超级无敌怕的 以前我在九哥通剧团的时候 邓志浩老师他也创作了一个作品 叫陈皇爷传奇 大家有听过这个台湾民间故事吗 新红爷的故事 陈皇爷传奇 如果一个人不死掉 他是不可能变陈皇爷的 陈皇爷他等于是阴间的司法官 好所以大家一看到 哇陈皇爷传奇 这是阴间司法官 然后整个戏里面一定是很恐怖 小朋友一定会很害怕 甚至于有一些是基督徒的 他就想说 哎呀这个是佛教的 道教那边的故事什么 然后就不想来看 老实讲想太多 我自己也是基督徒啊 但是戏他就是戏 我们在呈现的就是一个民间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文化 是我们不可抹灭跟否定的 一种文化一个传统的民间故事 所以我只是希望借着这个故事 来跟孩子们传递一些讯息 各位想想 我们是做剧团的 是专门做戏给孩子看的 也就是说如果用产业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制造厂商 我们就是贩卖者 观众呢 他们是消费者 进餐厅来吃饭的消费者 我们是餐厅的老板兼主厨 OK 那请问有人会把客人吸引到这个餐厅里面来 剧场里面来 然后再把他们只为了吓跑他们吗 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即便是陈皇爷传奇这个故事 或者是黑西装叔叔有谈到死亡 死神的这个故事 我们会大家努力的宣传吸引 所有的小朋友大家来看 我们真的很努力 然后要大家买票进到剧场里面来 接着就把灯光打得清顺顺 然后演员面无血色的这样走出来 小朋友啊 我是死神叔叔 然后就把小朋友吓哭了 跑掉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各位 请你不用怕 不管是陈皇爷传奇也好 讲到这个陈皇爷阴间司法官 或者是讲到这个西方的死神 一个好的儿童戏剧创作者 他真的是不会把朋友吓跑的啦 我们只不过是借着这个故事 这个议题来跟孩子交流 有关于生命上面的一些想法 所以 除了黑西装叔叔之外呢 另外 我还做了一出戏叫时间大道 这个所谓的生命教育 我并不认为它只是生死的问题 那像时间 对于时间的管理跟掌控以及思考 这个也是属于生命教育的一环 生命不是只有生死 OK 时间大道呢 我是改编自德国的文学作家的作品 默默 然后因为默默如果成为我的一个剧名的话 默默是戏里面主人翁的这个名字啦 但是如果只是默默 大家以为这个整出戏都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没有用默默 那这个戏的议题呢 是跟时间管理有关 所以 我用了时间大道这个剧名 那为什么会大道呢 因为在戏里面有一群灰衣人 就隐藏在我们社会上 隐藏在我们的周遭 他们非常的低调 低调到几乎没有人能够辨识出他们来 这些人 专门就是在窃取人类时间的 但是他的窃取其实也蛮光明正大的啦 因为当你如果在complain 抱怨你说 哎呀我怎么都要浪费时间在这里啊 我干嘛要这样子 干嘛要那样子的时候 他们就有机可乘 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就拿着他们的公式包跟你谈 就是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不跟人家聊天 不去窜门子 不去拜访人家 不用去走亲戚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时间省下来 存在我们的银行 如果你五年不提取这些时间的话 你可以多10%的利息 如果十年不提取 你就可以多20% 如果你终身不提取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100%的利息 听起来好像不错 那请问各位 如果你把钱存到银行去 你终身不提取的话 你存它干嘛 你等于是没有钱可以用 可是很多人呢 在过程当中就觉得说 哦对哦 那这样子我老了以后 我养老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坐在堂椅上享受着阳光 于是开始不跟人接触 像故事里面有一个理法师 他是村子里面唯一的理法师 就是大家来理法的时候 他就很好客 你等一下坐一下 我帮你泡个茶 泡个咖啡之类的 提供饮料 还跟他闲话家常 然后边剪头发 边洗头边聊天 洗完吹好之后呢 还闲聊很久 说你们家的这个小牛 最近生了怎么样啊 长得怎么样 所以每一天呢 他大概只能接待 三五个客人而已 可是赚的钱 也够他在小镇上面生活 那当有一天 他突然想到说 送走一个客人之后 他想到说 难道我就要这样子过一辈子吗 叮 这个时候挥衣人 就觉得有机可乘了 就赶快进来 就跟他说 先生你好 就是说你看 我们帮你算一下 你每天浪费了多少时间 你跟这个张大婶聊了 这个多聊了38分钟 跟李大妈又多聊了一个钟头 跟这个王大叔又多聊了多久 你这些时间如果都省下来 存在我们这里的话 以后你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 有多少时间 他一想 对于是从那一刻开始 当他签下了 跟挥衣人签下了那个时间合约之后 每一个进到他店里面的来 他就说来坐 坐下去 然后那个礼法 礼法的围巾就 砰围上去 然后就面无表情的 剪完付钱 走 就走了 于是他每天 就多接了很多客人 也多赚了一些钱 但是他的生命开始渐渐枯萎 因为他再也没有跟别人交流 跟心灵上面的滋润 所以每一天变到最后 就像机器人一样的工作工作再工作 好那这整出戏呢 跟孩子们探讨的是有关于时间 对于时间的这个运用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甚至于一开始连制作人 都很怀疑说 我们跟孩子探讨时间 运用的意义跟价值 这个孩子能理解吗 我说如果他们还在孩子的阶段 有大把时间的时候 你不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 难道你还要等到人老了 都没时间了 你再来跟他探讨时间的意义吗 对不对 所以就在孩子 他们还能够有时间 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借着剧场 借着戏剧 来让孩子至少 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议题 好 等到这个戏首演了 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点忐忑 我就在首演场 我记得当时是在桃园中立演艺厅 演完之后呢 我就在观众席里面去搜寻 我的对象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做儿童剧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对象在那里 那我这一出戏的主要目标对象是 五岁以上的孩子能够理解戏的主子意义 所以戏演完之后 我就在观众席搜寻 看哪些观众离场走得稍微慢一点的 正好是符合这个年龄层五岁左右的观众 我想要去访问一下他 我就看着看着 叮就刚好看到一个小男生 我在想大概差不多四五岁左右 于是我过去就跟他们打招呼 就问这个小男生说 弟弟你几岁啊 五岁 刚好是我要的年龄层 我说五岁喔 那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 那你觉得 接着我就问了一个大人 平常看完戏之后 会问小朋友很愚蠢的问题 平常我是不会这样问 但是因为实在不得已 因为我想知道这一出戏 有没有命中红心 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这一出戏 是在告诉你什么 就这个问题 他想了一下就说 就让我们想一想 怎么用时间比较有意义啊 我完全没有天尤家处他的话 这几乎是原话 他就这样告诉我 让我们想一想 怎么用时间才比较会有意义啊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吗 就很像是 在夜市你只有一只飞镖的机会 然后这一箭射出去呢 就啵就射中了红心 命中红心 也就是五岁的孩子能够完全理解 刚刚那一出我为他们特别创作的戏剧 对于时间运用的意义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这是韩国的剧团 他们演的戏叫Dala Story Dala的故事 这一出戏呢 是他的主旨是反战 反战 可能又有人跳起来了 就是说 在儿童剧里面跟孩子谈反战 这个还蛮有政治 那个意象的东西 跟孩子谈反战 他们理解什么是战争吗 他们理解什么 没错 如果他们不理解 我们就必须要用戏剧 用舞台的专业技术 就是让他们理解 这是我们的责任 做儿童戏剧工作者的责任 Dala Story的故事 这个导演非常虐观众 戏虐观众 为什么呢 一开始导演是用爸爸妈妈还没结婚前 就是一个美满的家庭的前身 还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跟女人的时候 两个人从谈恋爱开始 相爱相惜 也后来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 就是Dala Dala 然后呢 这一家三口 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哎哟 在一个戏一个故事里面 幸福美满一早就被搬出来了 那后面怎么办 没错 像王子跟公主的故事呢 幸福美满永远是会在最后出现的 但是Dala Story里面 幸福美满一早就被搬出来了 而且导演真的 在我来讲导演超讨厌的 他把他们的幸福美满像积木一样堆堆堆堆的很高 当我们所有观众都沉浸在这个幸福美满的时候 导演就一脚把这个幸福美满的积木给踹倒 所以 当他们一家之人幸福和乐的生活之后 还有音乐 在剧场里面安静片刻之后 突然出现了什么声音 你们知道吗 突然出现了 空袭警报声 空袭警报声 我当时在剧场里面看到这出戏的时候 被这个警报声给吓了一跳 心就揪起来 我想说啊嗨啊 这个幸福和乐的积木要被推倒了 果不其然在警报声之后 坦克出现 军人出现 然后爸爸被抓去当兵 因为以前朝鲜战争的时候 可能所有男人只要成年以上都会被抓去当兵 然后整个家庭搞得妻离子散 三个人 三个地方 爸爸最抓去当兵 然后可能因为逃难的关系 妈妈跟小孩也分开了 然后在整出戏里面呢 到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活过来 都没有活过来 那我刚刚也讲了 这个导演真的是超虐人的 虐待人家 像爸爸被抓去当兵的时候 他在当守卫 在风雪里面当守卫 又冷又饿 然后冷到 他把那个雪变成是雪饭团拿来吃 可是以前 他就回忆到以前 他跟达拉他的女儿 一起坐冬天的时候 坐雪人 坐雪球 打雪唱的那种幸福美满 于是 他就进入到他的幻想 借着这个小小的雪饭团 变成雪球 变成雪人 然后 女儿坐着以前 他们曾经一起钓起的一条很大的鱼 进来找他 然后跟着女儿一起跳舞 玩捉迷藏 但是当他最后一次眼睛张开的时候 又回到了现实 他心爱的女儿达拉跟鱼 都不见了 好 这个爸爸呢 他也接受这个现实 他也没有说 在那边痛哭流涕伤心 没有 他也接受这个事实 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旁边堆的雪人 当成他的女儿达拉 然后想说 牵起他的手来去散步 但是当爸爸牵起那个雪人的手 一转身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还暖暖的 蛮舒服的 可是就在这一转身当中 导演又突然 棒的一声 一声枪声 而且那个枪声真的是在剧场里面的爆裂声 我当时也被这支枪声吓一跳 心里面想说 可恶这个导演又要让我哭了 对 那个爸爸中枪 中枪之后呢 他也不像是我们一般的那个什么 狗血的连续剧 偶像剧一样中了枪之后就 啊啊啊啊的乱叫 没有 那个爸爸低下头来慢慢的看 然后用灯光的红 用灯光慢慢亮起来 红色染满了他的身体 染满了舞台 接着那个爸爸 慢慢的倒在舞台上面 有没有觉得 我这样讲你们也觉得很揪心对不对 所以算了 以后大家有机会还是不要去看他好了 不然你一定 你一定会很难过 那一出戏看完之后 没有人在 嘻嘻滑滑 说要去买什么纪念T恤 没有人要买纪念品的啦 唯一会讲的话就是 你有没有带面纸啊 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出来 好 那回归到我们的正题 各位 你想想看 你看完这样子的戏 你还会想要战争吗 如果你把自己 设定为那个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还是那个Dala 那个小女孩 我想为什么要有爸爸妈妈小女孩 基本上就是剧场里面的父亲母亲跟小孩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各自就位 你就是那个爸爸 妈妈你就是那个妈妈 小朋友你就是那个Dala 然后不管你们现在有多幸福快乐 将来如果遭遇战争的话 后果跟下场也可能跟他们一样 所以在这整出戏里面 我要强调的是这整出戏没有一句台词 没有一句台词 从头到尾 但是他看完之后 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够了解到 深刻的了解到 导演所要阐述的主题 也就是反战 OK 好 我们脱离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接下来一个就是在戏里面 我们跟孩子探讨的情谊教育 所以情谊教育呢 它不只包含了亲情友情跟爱情 那讲到爱情 很多人也讲说 小朋友懂什么 在戏里面干嘛跟他讲爱情 我常常讲儿童剧场其实就是孩子的人生的模拟场 模拟的场域 将来他会不会碰到爱情的问题 会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生死 他会不会遇到生死的问题 也会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在剧场这个虚拟的环境里面 不去跟他探讨这些议题 我们什么时候跟他探讨爱情 亲情 友情 或者是生死的问题呢 要再把它当成是bad story吗 在睡觉前讲的故事吗 当然也可以啦 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 那倒还不如在剧场里面 用专业演员的专业能力 来呈现跟孩子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呢 要跟大家举的有两出戏的例子 一个是我自己的 完美秀的这个小老头和他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有看过这一出戏 这是讲的是一个独居老人的故事 他周遭完全没有他的朋友 后来他跟一只小狗 流浪狗变成了好朋友 他们每天玩在一起 但是当有一天 他在去到公园 要找那个流浪狗朋友的时候 然后发现流浪狗 又跟另外一个小女孩 变成了好朋友 而且玩到 甚至没有发现他已经来了 来到身边 所以小老头就自己自怨自爱 就觉得说 哇 我被遗忘了 这个我的好朋友 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就是这个小狗 居然又可以跟别人变成好朋友 我已经没有朋友了 就这样自怨自爱 于是他就转头离家出走 不是离家出走 转头回家 然后把他的窗户什么门通通关起来 把自己封闭起来 可是他并不知道 那个小狗跟小女孩玩完之后呢 其实他们是在等小老头 然后他们发现他没来 从那一天开始 小狗小女孩 每天都会去到小老头家的门口 坐在他家门口等他 只不过是因为小老头自己没有打开家门 其实等于是没有打开他的心门 所以他并不知道小狗跟小女孩已经在等待他 终于有一天 他深层的意义就是 只要你能够打开你自己的心门 有情 亲情就在你的旁边等着你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儿童剧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只是说一个故事而已 在每一个环节导演都必须要用心的去设计 尤其是在儿童剧里面 它有很多的隐喻跟比方或者是假戒 这些手法其实都是戏剧的专业 我们都可以把它运用上去 好 那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我改编至安徒生的雪后 Snow Queen的故事叫 不是不是 那个是后面的 我现在要讲的是 也是韩国的导演叫做爱上白雪公主的 小矮人 这个故事 这个是韩国我们 我忘记多少年 好像2008年 把它从韩国请来的 然后这一出戏在韩国演的时候 它是2000年的时候在韩国演出 而且拿到了当年全韩国最佳儿童戏剧作品 那你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一出戏吗 几乎在韩国只要跟剧场知道剧场的人 几乎没有人没看过 而且当年刚好是台湾在演那个什么海角七号 所以他们有一个比喻就是这一出戏相当于当年的台湾的海角七号 也就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且看过的人还不少 所以我看完这个戏之后 而且当时是因为我请一个韩国的学者到台湾来做交流讲座 他只放了五分钟 光这五分钟我就已经爱上他了 爱上爱上白雪公主的小矮人 然后我就想说无论如何 我都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导演挖出来 从韩国请到台湾来 然后让他变成中文版 像我以前在做我不太喜欢只是把剧团请来 然后演一演就让他回去了 因为你会请来一定是不错的作品 然后演一演就走了 没有看到的就永远看不到 就没机会所以很可惜 于是我都会衡量如果有好的作品 我们可以移植的 我都会跟他买版权 然后请原版导演过来 指导我们台湾的演员 等于把这一出戏作为中文版留在台湾 好爱上白雪公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所以导演到台湾来 然后甄选了台湾的演员 接着用中文版在台湾做演出 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 七矮人当中最小的那一个叫做半月 半颗月亮的半月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纯洁 善良美丽的女孩子 因为他们在森林里面嘛 于是半月就爱上了白雪公主 但是半月有一个身体上面的缺陷就是 他没有办法说话 他可以听得见但是他没有办法说话 于是他跟人家交流沟通几乎都是用手语 或者是像舞蹈一样 然后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白雪公主 每一次这个白雪公主呢 他只要有危机 他都会想尽办法去救她 比如说第一次白雪公主到湖里面去划船 然后巫婆就行风作让把船给掀翻了 然后白雪公主就掉到水里面去 那个半月二话不说就跳到水里 把白雪公主救上来 但是她自己也得了重感冒 第二次白雪公主呢 就想说待在家里好了 我不要出去 结果巫婆呢她又死坏 她就从那个窗外伸进了一根 很漂亮的毒玫瑰 当然毒玫瑰上面也不会有一个牌子 写着我是毒玫瑰嘛 所以那个白雪公主呢 她就想要去栽那朵花 然后不小心就 哎呦又被刺了一下 然后又昏倒了 所以在戏里面 我觉得这个白雪公主不是白雪公主 有一点应该叫她白木公主 好 那白雪公主又昏倒了 那唯一的解药就是 深山里面的玫瑰精灵的眼泪 看起来很玄 就很像是史瑞克里面那个 遥远遥远的王国的这个王子 OK 所以半月二话不说 又开始启程 越过了高山峻岭 穿过了茂密的森林跟猛兽 就是为了找到玫瑰精灵的眼泪 那最后终于 黄天不负苦心人 也被她找到 玫瑰精灵也给了她一滴眼泪 让她回去可以 滴在白雪公主的眼睛里 她就可以醒过来 好 这是第二次救她了 结果到最后呢 就像是我们原来听到的童话故事一样 那个巫婆就不忍心 就不甘心 就觉得白雪公主怎么还不死了 于是她又变成是坏巫婆 然后去到那个白雪公主那边 就给她吃那颗毒苹果 这就很经典啊 白雪公主呢 就咔嚓一口又把它吃掉 然后就 又昏倒了 这一次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遥远邻国的王子的亲吻 才能救她 就是跟原来的童话故事一样 所以半月又开始启程 去到人类的社会 各位知道吗 就小矮人来讲 住在森林里头的小矮人 去到人类的社会 比去深山丛林 取得玫瑰精灵的眼泪 还要再更 这一趟行程是还要再更危险的 你们知道这个当中的含义了吧 好 那半月当然为了救公主 她二话不说 她就开始来到人类的社会 但是她也不认识什么王子 于是她就到处问人家 然后她不会说话 所以她只能用比的 可是人类社会 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她在比什么 直到有一天她泪倒在路边 然后这个小矮人 会跳着美丽舞蹈的小矮人 这个传闻也传到了王子耳朵里面 王子就为了一探究竟 于是就来到了半月这边 然后半月看到是王子来了 就打起精神来 那好不容易比出了 她要告诉王子 公主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戏里面居然只有王子 看得懂半月在比什么 不要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王子就是主角 好 她看得懂半月在比什么 于是王子就说好 我跟你到森林里面去救公主 于是王子骑着她的白马 带着半月一起回到了森林 然后也看到了白雪公主 王子也亲吻了白雪公主 那半月这一路上 心里面在斟酌着 当公主醒来之后 我就要跟她表白 所以她编了一个美丽的舞蹈 像一首诗一样 她要跟公主表白 可是等到公主醒来之后 半月手才举起来 想要开始比出她的那个表白的舞蹈的时候 她听到王子问了白雪公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所以半月的手就悬在半空中 那这个时候的白雪公主 她真的很白目 白雪公主就犹豫不定 不晓得该不该答应 她还头转过来看着半月 师父在用眼神问半月说 我可以嫁给她吗 你看那个心有多痛 对 所以半月只好点点头 硬生生的把她的告白的舞蹈 变成祝福的舞蹈 送给王子跟公主 于是王子娶了公主回去 然后离开了这个森林 他们就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且白雪公主最后也生了 可爱的小小公主 那半月呢 因为这整个长时间这样下来一折腾 还有她的心力交瘁 最后她生了重病病倒了 好 如果照平常的儿童戏剧的套路走法的话 半月后来就会一定会痊愈好起来 但是没有 这个戏里面的导演非常狠心 就让半月留下她的遗言 就是请她的伙伴们 把她埋在公主曾经躺过的 那个满天星花丛里 讲完之后 不是讲完啦 比完之后 她就放下她的手 永远离开了 好 如果一出儿童剧演到这里就结束的话 这是不OK的 为什么 因为孩子会只会留下这样的悲伤 半月的心里面的痛跟悲伤 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希望的出口 还好 我说这诗一出非常棒的儿童剧就在这里 因为导演还有继续往下演 当说书人在讲说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现在以前的王子也已经变国王了 所以白雪公主也已经变成皇后了 然后她也生了她的小孩 那这个白雪皇后呢 还是保持着她做家事的习惯 当她有一天打扫打扫 就打扫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 她发现了那一面魔镜 那个魔镜写着 你都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 我都会回答你 于是白雪皇后就问魔镜说 魔镜啊魔镜 请问这世界上最美的人是谁 魔镜回答说 这世界上最美的人就是巴拉巴拉公主 就是白雪公主的女儿 然后白雪皇后就非常开心 嗯 没错 我的女儿的确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公主 为什么要排这一段呢 各位 这是导演在告诉观众 白雪皇后跟以前的那个坏心皇后 是不一样的 她愿意把最美的头衔给其他的人 而不是永远要自己最美 OK 这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呢 她又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谁 如果你是魔镜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就会直接讲说是半月 森林里面的那个小矮人半月 不是 魔镜回答她说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当今的国王 没有错啊 就以前当初的王子现在变国王 她还是非常爱着这个白雪皇后 所以白雪皇后就非常心满意足的 听完这个答案之后 就要离开这个房间 但是等到她才一转身 魔镜说话了 魔镜说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曾经 曾经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就是现在躺在森林里满天星花丛中的半月 那一出戏讲到这个地方呢 后面的背景墙上面 就出现了满天星花丛 真的 整个舞台的背景全部都是满天星 然后半月就在整个舞台的半空中出现了 一束灯光照下来 那这个时候半月终于可以把她对于白雪公主的舞蹈 那个表白的舞蹈跳完 当她跳完之后灯才慢慢收 然后整齣戏结束 所以导演给了孩子 给了剧场的观众最后的一个希望 也就是说她终究还是让半月 可以把她要对公主的那个爱给表现出来 我想这个对于观众来说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到最后都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个剧场 因为她心里面是温暖的 是有爱的 所以这一出戏呢 其实是在跟孩子探讨的就是一个爱的概念 甚至于讲到是爱一个人 爱情的这方面的概念 那也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独占 像半月 她也衡量到也了解自己的状况 于是她还是祝福了王子跟公主的婚姻 OK 好 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聊得更多 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可以多多开辟这样的频道 这样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儿童戏剧的一些专业概念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一系列 我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儿童戏剧 包括儿童戏剧的概念 包括儿童戏剧的表现形式 舞台形式 还有舞台的美术 以及我们最后谈论到的儿童戏剧的议题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对于儿童戏剧的认知 也能够提升我们台湾儿童戏剧的创作水准 OK 好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希望以后我们多多有机会能够见 特别是在剧场里面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